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阿加莎妹妹 你去过几次 我不知道 去过五次六次 很多次 就是第一次去就是在家住了一个月 真的 所以我听您讲就是说你自己去那边做了类似人类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地的考察跟实地的这个调查 所以去了很多次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卢孤湖的摩梭族 他算是在中国必须叫做称作那个摩梭人 摩梭人 因为他不是一个族群称呼 哦真的啊 就是他们争取了 什么意思 就是摩梭这个族他愿意 我们讲一下大概民族识别这个历史嘛 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做了一次那个民族识别这样一个活动 就算一个国家行为了 当时有大概有四百多个族群来申请自己成为一个族 就是 就这种少数民族这样 但是是当时就他们他们觉得太四百多个太多了 然后他们就打包合并 把变成五十六个 哦 ok 所以最后是五十六个 对这就很多所以就很多出现了很多很多 呃我们在学界会觉得 嗯这个族坏了这个族 好像不太对从那个 对对对对 会觉得有点问题 就是以摩梭人来说 来说的 现在还是学术上非常充满争议的一个 就是他们四川的摩梭人 他们的身份证上的族群名字叫蒙古族 啊啊 哦真的啊 是 然后他们怎么会被并到蒙古族里头去 看这个荒谬之族 我们 然后云南的摩梭人的身份证上写的是纳西族 哦是哦 哦 这个是 哦是这样啊 长期在学界被称为 哦 对 很多学者还试图来证明他们四川的那只就属于蒙古人 然后还对学者学者在背书就是还云南的摩梭人就被证明是纳西人 但是但不是的他们就是摩梭 摩梭人自己觉得天哪我们历史我们的口传文化我们的所有东西都跟他不一样我们的人种跟他都不一样就是 哦 因为呃我的我在摩梭有很多很好的摩梭人朋友们他们跟我开玩笑说你想证明一个族群和另外一个族群相似非常简单 嗯 你我们摩梭人如果做做研究的话跟藏人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为他有藏传文化藏传佛教的那个进入嘛对吧 他说我们他就开一句玩笑说即使你让我们跟猴子这个族群做一个类的 对人类也跟猴子有百分之九十九的 他就说那也能证明是特别相似 啊对 对摩梭人很可爱啊 他就这样跟我用一个笑话然后来化解了一个其实有点尴尬的 他们自己有没有文字文字有吗 他们是口传文化的 哦 所以没有没有独特的文字 日常的语言都是没有技术的 但是他们有那个就是他们的祭司就是神职人员叫达巴 达巴 他们做法事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神秘的符号那个系统 哦是哦 对对对只有神职人员可以阅读 才有 就是你看他那个阅历本子上面那些符号也有小鸟啊什么人情啊 但是那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试读的 他不是一个技术日常语言技术历史的 他们的意识就是有口传的 是是是 因为其实大多数的这个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系统 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 有自己文字系统的是的确还蛮难得的 OK所以说这是摩梭族 我们对摩梭族呢 就是说在台湾的最大的印象呢 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母系社会 是这样吗 对这就是好多就是旅就是旅游宣传都这样讲的 就是母系人类母系社会最后一块活坏石 是他们的宣传的语言 但事实上是他跟我们原始就是我们想象人类社会最初的那个原始情况的母就是母系氏族的那个状况 其实有很多差别 哦真的啊 他也不是一个乱交烂交的一个 对母系世主大家就想我一个以女性为主的那就是所有的男性都为女性服务 然后就包括交配也是也是一个混乱的就像最出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如果从现代文明角度会觉得那是乱伦嘛 对吧 但是他们就说那是母系社会对吧 但事实上是一个跟我们同时活在21世纪已经延续这么久远的一个族群 他们他们怎么可以用人类最初的一样的一个母系这种来概括呢 但是他们为什么用母系就是看起来非常尊宠女性呢 嗯 就来自于这个这个是呃摩苏人他最核心的就是他们有一句话叫上火堂与阿妈就是家 嗯 哦他说有了 火堂与阿妈就等于家 对对对 这个一个族群他一个家族里面 嗯 比如有一个姓 嗯 我的朋友叫格泽嘛 他们格泽家族在摩苏就云南的摩苏那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家族 他们有漫长的家族史 嗯 嗯 他就跟我讲 他说有时候去到祖母房 然后坐在火堆边 然后看到跟阿妈聊几句嘛 他就全身心的都觉得内心充满一种稳定的 嗯 嗯 就是安静的 安宁的东西 他有时候 所以他们也叫阿妈呢 跟我们台语很像 我们也叫阿妈 对 叫阿妈 嗯 叫阿妈 嗯 OK 就用摩苏族的语言就叫阿妈 对啊 他那个人类的妈妈爸爸好像发音都很自私 都差不多 嗯 对 OK 他们的 他们是以血缘为核心的 就是生活在一个火堂 一个火堂为核心的 一个家族中间 每一个人都是有血缘的 都有什么 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 对对对 是是是是是 哦 所以这个火堂是这个家族的重心 对 中心 对 然后他如果去到了火堂旁边跟阿妈讲话之后 他内心就会生起无比的这种安全感 稳定感 对对 跟归属感 他们一个家庭结构中间 嗯 最最有精神空间意味的 心灵空间意味 就是他现在大家火 佛堂什么的 他们那个祖母房 哦 叫祖母房 对对对 就祖母住里面吗 对 哦 所以祖母睡在里面的房间也是火堂之所在 对对只有祖母有权利住在里面 哦 OK 那其他人住的房间是没有火堂的 就是你就没有一个一团火在那里 就是这个整个一个院子 它那也是四合院子的样子 哦 就是唯一最温暖的 嗯 然后持续不息的那个火 那个火种都是历代延续的 比如你要搬家那个火种都是要带着的 要迁徙带走的 那个火种不灭 就是你要跟祖人联系在一起 是是是是是 所以是不息不息灭 完全不息灭 就是一年365天24小时都必须烧着的 对 如果灭了那很意味着很糟的事情 对 会到来 哦 OKOK 所以那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的中心 在这个火堂 在祖母房里头 对对对 所以祖母就每天坐在里面 对 祖母的床也在那个火堂的边上 哦 所以当你晋升为祖母的时候 就这个族人的祖母 就会住进这里头 那他也会是这个族人的领袖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一个村子 其实他们的那个村子构成 跟现在村子差不多 都是有村长的 但是每个家族 就是比如这个村子有72户人 每个户人都会以就是这个这是谁家呢 那是格泽家 那就是那家里最老的老祖母是谁谁谁 那是他家 以祖母为名 以祖母为名 那家族还会有一个叫达布 他们摸索语叫达布 其实就是管家 哦 对 里头一个管家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他一般会选这个家族最能干的一个姑娘 哦 就是女儿 姐姐妹妹 就是他们从小就会老祖母或者舅舅 就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观察家族里这些小孩子 他们哪些人是适合当这个家族管家的 嗯 哦 OK 所以说他们就会主 主掌家族里头的大小事情 对 比如说早上 他达布是最辛苦的人 就是他从早到晚都在忙 哦 你我们经常会说母系十足是不是女生都不用干活啊 根本不是这样的 嗯 那从早就开始 那是男生不用干活吧 我我的印象啦 女性社会里头好像 什么活都是女的在干啊 但是就是摩苏人有一个很好的分工 就比如说我 以我的观察就是 你看那些男性其实就是一个家里的舅舅 嗯 他们 呃 看他们去划船捕鱼啊 嗯 但女性也会做这种事 嗯 但是没有一个事情是专属于谁的 哦 没有一个专属的分工说男人就负责什么 一定做什么 女人就负责什么 没有啊 对对对对 但那里的男生确实活得挺轻松 这是真的 嗯 就是你观察就是女性很忙碌 哦 他们有很多很多家族要承担的事情 嗯 就是达步从早就喂猪啊 嗯 然后要 比如你要有田呢 你去种土豆嘛 你要去地里 但是男性也参加 嗯 他其实 摩苏人最核心的跟别人区分的就是因为 他不跟没有血缘的人生怀疾 就像我们这种家庭夫妇两个人 夫妇俩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嗯 那他不会这样 哦 哦 所以住在一起的人一定要有血缘关系 是 没有姻亲这种东西 你都住你你都住在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里头 是 所以夫妻两个人就算生了小孩 呃老公还是回去住他原本的家族里面 老婆也住在自己的家族里面 他们没有 比如说他没有自己的翻译 比如他 但是现在这二三十年 他们很清楚 比如说这是我的那个老公老婆 嗯 但是其实是摩苏人里头 他没有这个概念 那是我爱人嘛 对 然后我跟他生了小孩子 那个孩子是帮这个女性家族生的 属于妈妈的 对 因为他是有血 跟这个家族有完全血缘的 嗯 等于说他他白天 这个男性就是属于另外一个家族的人 嗯 那晚上他可以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家 或者自己的孩子家 就是他要去看自己小孩 但白天他要在自己的家族中劳动 然后他对家族谁负责 他对自己姐妹的孩子负责 所以我们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会说 一个家族的舅舅比较厉害 嗯 然后他掌管小孩子教育 就是小孩子谁很皮 他就打他一顿 或者是说拿去教训一顿 就舅舅有很威严的舅舅 威权家 对 比如几个舅舅中间 他还会有一个选择 就是有的舅舅比较温和 嗯 那可能就不能当那个教管舅舅了 哦 就家族有几个兄弟之间嘛 他们会有一个默认的 就会说 小孩子比较怕他 他一直就是坐在那儿不吭声 然后小孩子就觉得很规矩 嗯 那有的舅舅就会跟小朋友玩 他们有一个很好玩的分工 然后所有的女性 比如说我们俩是姊妹在家里 嗯 咱们现在就举个例子 嗯 就是我的小孩 嗯 他他长得很大 他也搞不太清楚 我和你是谁 他是谁的亲生妈妈 真的 他们这个家族是很模糊的 他会说 你戴眼镜 诶 给你起个外号 叫眼镜妈妈 比如我们很高 高妈妈 嗯 胖妈妈 他们就会这样 每一个都叫妈妈 小朋友都搞不太清楚 自己是谁的孩子 他们都是姐妹 所以同样的姐妹 所生的小孩们 就把所有的姐妹都当妈妈 没有说你是阿姨 没有这样 对没有 就是他们这样的这个 这个族群构成 这其实非常有智慧的 嗯 就是给你了一个极大的自由 比如说你有几个姐妹 有些人他就奇怪 比如我 我不想结婚 嗯 然后我也不想生小孩 嗯 自由 因为你在这个家族里 你早就有人叫你妈妈了 你可能很小的时候 你就是很多小孩子的妈妈 都其实都是你的姐妹生的 然后小孩子也搞不太清楚 这件事 就不是说我们小孩子傻 才搞不清楚 是他们从来不强调这件事 所以妈妈也不会对自己 亲生的小孩特别亲 他们反正小朋友是感觉不到的 而且摩索人没有这个观念 摩索人认为这个家族的小孩 就是我的小孩 都是大家的小孩 舅舅也不会觉得这不是我生传 这是我姐妹是没有 舅舅就觉得这是我家族的孩子 我要起到教育教管他们的作用 给他们讲男人应该怎样 嗯 一个人应该如何 跟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摩索人的历史 然后故事 一个人应该有的品质 他们都在除了基因和血缘的传承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 其实他们的分工在这里 就是我们怎么样 一个女性在养育小朋友 怎么样给他们温暖 跟他们家的那种感受 然后舅舅是担当那个 怎么样让孩子用另外的品质的 哦 所以他们其实很强调这个家族的观念 而不是个别的兄弟姐妹 谁是谁的 谁是谁的 那么然后族长 就是这个阿嬷 就是祖母 对 就像比如说 你最后变老了 八十多岁成为一个家里的老祖母了 可能你家里这些小朋友 就后来成为孩子的那些人 长大了以后 他们全部都会孝敬你 他们不会在意你是谁 有可能所有孩子都不是你生的 是你妹妹生的 但是没关系 你妹妹可能去世了都 你家族可能到最后就剩一个老祖母 就是那上一辈的 慢慢的走了走了 那这个祖母 因为譬如说有好几个姐妹嘛 那谁成为那个祖母呢 就是那个管家吗 后来会变祖母吗 也可以这样 就是他是那样的 他就是最老的那个人 哦 大姐 就本来是姐妹中的大姐 他其实有一个自然选择 就是有些人他会离开 是是是 就是那样 就慢慢就成 很多家族就是剩一个了 就那样 有的家族好一点 就是还有好多姐妹 那真好啊 但是但是实际上 世间都是 总是有人就走了 所以说呢 那去到他们那一边 你说他们都在 呃 除了自己种地之外 也会到卢姑湖里头去捕鱼 是不是 嗯 是打鱼不是养殖的 对 就是打湖里的鱼 不是说一个人围一圈养殖 不是 就是打湖里的鱼 哦 对 哦 OK 湖很大嘛 你说它横跨云南跟四川嘛 对啊 对啊 就是湖面很大 你忘了到边的 然后 是看不到边的啊 中间水面上有好的小岛 你看到的边都是 那个湖的那个造型的那个 就是边界 你以为它到边 其实它那边还有很多 那岛上面有人住吗 有呀 有寺庙啊 哦 真的啊 所以岛也不小哎 岛很大 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那个藏传佛教寺院 哦 所以说卢姑湖他们的信仰除了他们传统部落的 就是属于他们族人自己的这种原始信仰之外 主要的是藏传佛教 对 他们其实就是信仰系统挺有意思的 他们都在他们的家族的那个祖母房中 以建筑空间以可视的东西 然后遍布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空间 在祖母房内 是 祖母房是那样的 它是 它的那个房子是冲东方的 一定是朝东 作息朝东的 就是那个门一定是从东方 就是每个家族的门都是冲着东方 为什么 就是早上低雨阳光 要从那个光线进来射到祖母房内 就是这样的 祖母房一定是这样 其他房子都是围绕着祖母房 是 做一个四合院的那种造型 但是祖母房的自己方位非常重要 然后进去以后 然后往北边 就是你进去以后 然后左边就是北边那个 就是他们的火堂的那个位置 那火堂就是一团火 就是做一很好的一个方形的 一个有石石器的 对 然后里面就是很多柴 上面旁边就会有一个石柱 石柱他们在摩苏语里叫燃巴拉 燃巴拉是什么意思 那个燃巴拉就是每天 他们比如说我们一天吃三顿饭 有时大摩苏人最早一天吃五顿 就现在已经改成一天吃三顿了 就跟那个旅游业同步的时候 客人都是那样的嘛 比如说他 我们本来的观光客都吃三餐 他们也边吃三餐 他们本来吃午餐啊 有的时候吃六顿 所以他们是少量多餐型的 还蛮特别的 从早吃到晚 从早吃到晚 我夜间还吃那个烤土豆烤羊肉什么的 真的啊 就是他睡前还要吃肉 就是不太服 就是我们想象就是 睡前不应该吃那么大的东西 吃东西了 但是他们睡前还要吃 还吃烤羊肉 叫星星饭 就是看着星星吃的饭 看着星星吃的饭 那摩苏人应该 很壮实 或很胖吧 没有 没有 他们都身材很好 哦 是哦 所以他们是吃很多餐的 的人 开心就吃就对了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啊 上午饭 然后中午饭 我们的下午饭 晚上还有饭 然后星星饭 就各种饭嘛 他们有自己的饭的名称 所以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要去围着餐桌 就是围着火堂 火堂 他们在火堂吃 对对对 哦 所以一天之内 有很多机会要进入火堂 主母房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公共空间 哦 那我们先不纠缠那个饭的餐水 我们讲那个燃巴拉这个火堂旁边的那个小柱子 很小的一个小柱子 在靠着墙的 砌在那儿 一个半椭圆柱 哦哦哦 就那种 就一个柱子的半一半 那样靠着墙 那它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你每一餐饭的第一口要放上去 放在柱子上面 就是所有今天吃饭 比如十个人一起吃 然后今天这餐饭的第一口饭 饭 米饭 不管是什么 比如说鱼 你要吃鱼加一片鱼放上去 哦 任何食物 就是任何食物的第一口给祖灵吃的 是供给祖灵的 哦那就是他们历代 除了这个家族的祖灵 还有摩托人的祖灵 他们都在那个燃巴拉吃饭 哦 所以 哦 OK 所以就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之后 由老祖母供给了祖灵之后 不一定啊 不一定是 家族谁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你 盛饭的那个人 他要第一时间把东西放上去 就是他一定要第一个时间 不能 不能像我这样的 有 一进去就吃 然后发现还没有柱子 还没有吃 就破了人家的规矩了 那柱子 那东西放在柱子上面以后呢 怎么拿走 就没有了 就放在上面 时间长了 然后他就可以就拿下来 谁知道 反正那个一般给两块鱼 不知道到最后是又被人吃 还是被那个什么 然后再放新的上去 就是每一餐都要重新放心的 哦 OK 好 那就是他最初的信仰 就是他们叫 很多学者就发 那是火神信仰 好吧 我们也就那样 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了 其实他这是一个对祖灵的一个 对对对 祭拜嘛 但是他是在火旁边啊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 所以他们拜火 信火啊什么的 但是很多时候 你就把这个概念套在 就是你觉得全世界很多信仰火的 你把它套在一个族群上面 好像也说得过去 但是也感觉没有那么准确 也不尽相同 对对对 有它的特殊性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世界一把抓 我是郑立文 在这个礼拜五早上呢 我们呢 要听阿加沙的妹妹 带我们呢 去中国大陆的特殊游历啊 侦探书屋的阿加沙的妹妹 今天要带我们去的是 卢姑湖的摩梭族 那么卢姑湖非常漂亮 也很多人都去过 在四川云南的交界 那么摩梭族呢 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文化的传承啊 是很可爱的一群人 那么刚刚讲到 他们的整个族人的重心呢 就是他们的祖母 那么也是他们的祖母房 祖母房里头有火堂 是世世代代不能够熄灭的火种啊 那么吃饭也在里头 都要供给祖先的 所以呢 围着火堂 继续请阿加沙妹妹 给我们介绍 那么火堂还有什么特殊的 在这个文化里头的 一个角色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从那个东面 祖母房是门就朝东嘛 然后从东面那个房子进去 因为那个 他们那个祖母房的那个门框啊 都非常低 像我这样高的 每次都一定要弯腰进去 对 弯腰进去 因为他就觉得祖灵所在之地 请大家要谦卑 要恭敬 我经常就直进去了 然后每次都撞到门板 就下面放了一声 所以其他的房间 门槛都不会这么低 都没有那么 就是他那个框 都不会那么 设置的那么低 他就让你低下头 是是是 好 那你没有被他们笑 怎么老是撞到 我住的那个隔泽多吉家 我的那个摩梭人的好朋友嘛 我每次 因为我是特别 有很多很好奇的事情的一个人 就经常提问 他就经常在祖母房那旁边做事情 比如就跟我们做饭吃啊什么的 然后我一天到晚的就是提问嘛 所以我经常就是在院子里走着走 突然想起来 他们院子很漂亮 然后早上散步 跑进去问他问题 我进去每次问 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然后进到祖母房 咚咚咚一声 他就知道你来了 你知道他最后就开了笑 他说 我又听到了提问的声音 就是咚的一声 撞到了门上 我一进去我还没说话 他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就知道你来了 那请问老祖母会说汉语吗 会啊 也会啊 那算是还蛮不错的咯 他们都会说各种语言 真的 他们还会说那些话 就是他们为了跟周边的所有的那个族群 然后 因为我看有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藏人 他还不太会讲汉语 是 对不对 唯乌尔族 对不对 年纪大的 都是这样 就是老阿妈 他确实跟你交流的那个语言很少 但是你坐在他旁边感受他就好了 真的 好 那么再跟我们介绍祖母房 我还没有讲完 对 就是我冬的一声进去 刚才我们说我们是从东门进去的 然后我刚才说 说是那个火塘是在北面 说错了 在南面 在南边 我刚才仔细想想那个方位 对嘛 我刚才听你讲 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对 就左边明明是南边 对对对 很好很好 火塘在南边 南边火塘的时候 就是燃巴拉 我们现在讲他族群最初的原始 所谓的原始信仰 最初的信仰 就是火塘 他的功能就是 把每一餐的第一口饭要放进去 然后供自己的祖先神 然后祖灵 这样的整个族群 然后接着 在这个燃巴拉的这个石柱 半椭圆柱的石柱的那个墙面 是什么呢 墙上 对 墙上就是 他们这个燃巴拉是大概他们觉得 他们口传文明嘛 大概说有四五千年之前 然后到了两千五百年前 就是原始本教达巴教 哦 就藏区的本教 传进去里面 对啊 但是他们真正藏区是 他们讲的是七百年前 所以他们那个本教 才有本教 本教不是藏人的那个草的头 那个本 哦不是那个本啊 是那个原本的本 哦就原本的本教 就达巴原本的那个教 哦是是是 就是摩梭人特有的神职人员 叫达巴 达巴 那些人叫东巴 大家听说过 东巴文什么东巴字典 但是摩梭人叫达巴 他那个发音就是达巴 他们到现在有每个就是几个村落 都会有达巴来做法师 各种法师 哦 OK好 所以说到大概大约两千五百年前 对 那么摩梭人自己发展出属于自己的 达巴本教 对对对 OK好了解 所以上面是 墙面上是画什么代表达巴本教 它就是 我刚刚讲完那个柱子就是 然后那个火的那个整个这个 包括柱子加上这个火塘的这个 变成了达巴教的核心 OK好 就是加上这个 其实上面一直在煮水啊 做饭的 就是那个火 然后七百年前 藏传佛教进入 就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口传的历史 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显现 就是那个 刚才我讲的那个柱子旁边的那个墙面 很漂亮的一个香菜 大概是那种陶瓷的 我觉得彩陶瓷很漂亮 就是那个白海螺啊 蓝色的背景啊 你一看就是藏族的藏族的图示 它会香在墙上 香在墙面上 对 不是画的 是香的 香在墙 有属于藏传佛教的这个图案在墙上 对 有日月星辰 火焰 海螺 这是藏传佛教经常会出现的那种图示 那这个整个就构成了它这个火塘这个整个系统 火塘 然后有锅庄注石 就刚才讲的那个燃巴拉那个柱 然后加上那个平台 台子上供的 其中有一个正中的这个强化 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图示 那这是来到了七百年前开始有的 是 然后一项一样的加进去 对对对 你就看这个宗教的精神空间是混杂的 然后他有一个时间序列 就慢慢的从这个地方然后延伸上去 他们也算很虔诚的藏传佛教的信徒 是 一般那个每个家庭都在角落的那个 那个叫就自己比如说一个 一个坎啊 比如说会有文成公主像啊 各种一看就觉得像藏人家庭 是 很类似这样 是是 OK OK 好所以说接下来就是看到了这个藏传佛教的信仰 然后呢 然后接着他们 这是我的这个摩梭朋友开玩笑嘛 经常会说 他每次安静的跟我讲 他建筑空间的时候 缓慢的从 从燃巴拉 然后火塘 锅张柱石 然后墙上的那些藏传佛教的图示 然后加上文成公主 然后说 哎你看你们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你们就指汉人 汉人来了 对 他说你们跟我影响是什么 我就看了一眼 就是入门处有一个柜子 柜子里放了一台电视机 这是最新的发展 电视进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有通了电之后 他们其实一九七几年通电了 一九七几年才通电了 就是布了电线杆 因为它很不容易 它要翻很多山才能进去 我刚才没有讲 我们整个过程 现在很方便了 因为他们前几年建了飞机场 摩索人顶了很多压力 然后反对这件事 反对了很多很多年 一直都在反对 在他们的地方建飞机场 但是他们看不过那个 最后终于建成了 所以现在就是直接飞机都飞到了 但是有好玩的事情 因为当时选址的时候 他们不听摩索人的话 摩索人说你们不能在那个山上 那个位置 风很大什么不好降落 那那些人不听本土人的智慧 就说你们又不懂 我们这些专业人员 我们选飞机场之 你们不要再插话了 所以就是没有听摩索人的建议 那个飞机场 那个飞机经常就是不能降落 所以就是大家买飞机票的时候 如果要去摩索组 就是罗孤湖的话 就是你可能你觉得有一个飞机很方便 从哪里就直接飞过去了 但是事实上是经常就取消航班 我遇到很多次 真的 所以其实是可以拉车进去吗 当然就是我最早 假如我最早2008年的时候 怎么样进到那里的 就是很复杂 先坐从北京 坐那个飞机 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 一直坐到昆明 一定的 昆明然后再坐飞机 坐到丽江 然后坐到丽江之后 再坐一个大巴车 那大巴车要从早坐到晚 我们当时大概花了八个小时吧 翻了五座山 要经过丽江十八弯 十八弯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一百八十度 或者三百 就是那种极其弯折的 十八个弯折 然后整个路上大家吐了一片 就是 真的 对 那现在路况有没有比较好 没有很好 就是路 其实他们一直在修路 比如修了一个快速通道 就把这个七八小时 折合成了三小时 但那条路上 就一会就断掉 一会就断掉 为什么 他们就是塌方很厉害 真的 就南是很喜欢下雨的 就是他们觉得很 就政府花了很多钱 然后修了一条 觉得快速可以进入到 那个地方的路 但是它总是被塌掉 所以你 你可能走那个三小时的路 还不一定有 那个原来八小时的路顺利 就是 往往会就是 那你最后一次去 是怎么进去 我最后一次去就是 很好玩 就是 大概是多少年 二 2016年 带我现在学生 对去 对 两年前 当时就是 我买飞机票了 最后 飞票说取消 就是人家说 这次航班没有了 没有 下次航班 过好多天 好 那我们就想 还是按照我最初的方法吧 然后呢 所以我就最初 还是按照 刚才我讲的那种 曲曲折折的方法 从立江坐大巴车 走七八小时的那种路 因为三小时路也断掉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郑立文 继续请 阿加莎的妹妹 跟我们介绍卢孤虎 那么进到卢孤虎之后 刚刚讲到火堂 最后居然出现了电视 就是汉人来了 所以他们这个火堂 记录了从千万年前 他们一开始原始的 这样子的对祖灵的信仰 然后呢 加进了2500年前 自己发展出来的 达巴本教 然后接下来是700年前的 藏传佛教 然后呢 近代 近代 有70年代 所以你刚刚说的 这个主人就说 你看这是你们带来的电视机 也在他们的祖母房里头 他就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 祖母房一个安静的叙述空间 变得非常吵 大家晚上都围 就谁听老总讲话呀 电视才比较好看嘛 真的 然后再来呢 然后这十年 他指了一下 电视机旁边有一个小桌子 方形的桌子 他说这是四川带过来的 我们就笑了一下 那是个麻将桌 所以最后现在 更吵了 大家就围着上打麻将 所以祖母房的这个 包容能力真的很强 不同时代 来自于外来的不同的文化 都纳在里头了 所以他们也很爱打麻将 四川人很爱打 所以四川人就特别喜欢 因为很近嘛 我说摩梭人啊 对摩梭人本来不爱 他连这个麻将是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变得爱玩了 好多人觉得好好玩呢 还有预志游戏 老祖母觉得 哇这个好锻炼自己的脑力 就说你看看 我们之前是这样 你们汉人来了变这样 那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特殊的家族 对啊 我们其实第一次去 就是2008年嘛 但是因为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对对对 现在十年前了 但是我是在读研究所 然后我并不是人类学专业的 但是我的那个 我们研究所旁边的 就是人类研究所 我们很喜欢参加 就是我吧 就是我非常喜欢参加 人类学的活动 OK 所以就是也看了 大量的人类学的书 所以你第一次去 你不是你妈妈带你去的 是我带我妈妈去的 就是我跟了一个 一个自己的松散的学术小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一个植物学家 他是北大博物老师 博物学老师 他认识非常非常多的植物 好厉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环境哲学老师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都算是学者朋友 就这样的 他是呢 他是之前做纳西族研究的 他是这样的 这个人很特别 他是中科院和社科院的 两院博士 就是同时 他做了两个论文 一个社科院的论文 做了一个关于纳西族 神灵消失的一个论文 然后同时还是一个科学家 物理学 他做了两个博士论文 然后拿了两个PhD 就是一个双博士 中国很少见这种人 而且两个领域差别很大 而且同时毕业 两个论文 以前后答辩 但这个人反正就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了 他就是他做纳西研究很多年了 然后他带着我们去的 就坐着坐着就去模式 然后职务学家是他的好朋友 我也是他的好朋友 他就揪了一个小团队 然后你又揪了你妈 对 他不是 我妈非要跟着 强行要跟着 说我一定要去 这么有意思 但上次我讲的 就是我妈妈一路上拍植物 拍垃圾 就这个团 对 那个他去考 那个纳西学 就是研究纳西的学者 他现在就是 这几年一级关注 就是废弃物处理的问题 他是个哲学老师 然后是个科学家 最后变成反科学 anti-science 就反科学文化人 就是他研究了科学很久 物理学嘛 研究最后发现 科学很害人 地球就是被科学搞成这样的 所以他就开始做废弃物研究 对 他说未来世界 最大的问题 就是垃圾的问题 他说这将成为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台湾要线索 然后进一步是说不要用吸管 他说全球战争的结果 不会是能源了 是因为垃圾没有地方放 然后要把垃圾给别的国家 对 是这样的 好 所以说你们那一趟就去了 对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旅行 就是全城 我们沿途不断地从丽江开始看 就看高山草店的植物 各种植物 对 我们沿途认识 非常多神奇植物 因为你平时不太注意的那些草 就是草地的那些植物的时候 当一个人指给你看 这叫花毛 一朵花像一个海上的那个 就是毛一样 就是很漂亮的 有四个弯钩 对 它就叫花毛 哦 毛啊 对 定海的那个 那个船上的毛 船上的毛 哦 OK 就是我记得非常多 比如说游龙在水边的植物 它能长到非常高 又可以超过两米以上 就是我现在还记得 什么川絮蛋 它的那个颜色 可以放在什么样的上面 然后让它永不 很多年不消退 哦 不会退色 然后那个周边的木头都辅掉了 上面用那个川絮段 染出来的字 字 就是木头都朽掉 为胜字还在上面 好特别哦 就是 字的旁边都烂掉了 烂掉 字的那一块被固定住了 哦 就是一路上就学习 这些神奇的植物 所以它那个植物的颜色 不但不会退色 它还起了防腐的作用 对 它就让那些木头没烂 旁边都烂了 嗯 就是一路上 你看我到现在十年过去了 随便脑子里想起来 就是这些植物 OK 那所以你们是 第一趟去就认识了 你现在这个朋友 对 就是格泽多吉 格泽多吉 就是这个 做废弃物处理的这个老师 环境哲学 双博士 然后他 他有一个机缘 就是他想 我做了那么多纳西 纳西的一个论文 那我现在要去纳西 当时被学 被学者分为 就纳西族的一只 叫摩梭人 他连一个族群名字都没有 他必须叫摩梭人 而不叫摩梭族 那我们其中 有一个朋友 就跟我们 跟他说 你去找谁 找多吉 然后给了电话 我们当天晚上 到了以后 我和这个老师 就是一个学术小分队 然后就走到 他们当 整个村子里头 最热闹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勾火晚会 然后因为我们 那天跟多吉联系 多吉说你们到勾火晚会来了 我们就说好 他说我在这收门票呢 然后我们就跑过去 黑乎乎乎的 然后就看他 戴着摩梭人的帽子 穿着摩梭服装 很美的站在那 一个小 就很帅的一个小伙子 比我还高的很多 所以摩梭人很高 对非常高大 哦真的 是 很少见到矮的 哦真的 对 男性女性都长得很美 然后骑马射箭都很厉害 哦是 摔跤 哦真的 所以他们在那边 被归为蒙古族 蒙古族嘛 你看是有道理 起码 很厉害的 哦 然后这个小伙子 当天晚上我们 在篝火里玩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 等到篝火 一个小时就结束 他说走 我请你们去吃东西 他们到 我们当时到水边 一个叫胡思茶舍 就湖边思考的一个 胡思茶舍 然后去 他点了什么呢 薯条 还蘸着那个西红柿酱 就是我觉得天哪 我来到五十 翻了五座山进来 然后感觉进了一个快餐店 对 然后他点了壶茶 然后感觉就是一个国际化 很厉害的一个 真的是 然后里头都是外国人 各个就是旅行者 对 观光客太多了 然后他坐下来 我就觉得天哪 我到某所有人这里 想了解一些 在我看来是一个 很神异的一个东西 秘密的知识 对 所有的感觉 好像都泡汤了 然后多吉就坐下来 开始吃那些食物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穿你们的服装 就是所谓的现代服装 只是为了跟你们平等 坐在一起聊天 他说我吃这个东西 也没什么 我们这里 就旅游业进来以后 也就这几年刚刚来的 他说这些还行 就是土豆炸成这样 然后吃 他评价的时候还行 然后这时候 他就开始跟我讲 他们摩索人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的 第一句还是什么 你知道小活佛 是诞生在 苏油灯的灯芯上吗 是不是 是一样的一言 就不一样了 对啊 当他跟你 他穿的服装 已经换掉了 民族服装的时候 他坐在你的面前 跟常人 就是普通的现代人 没什么区别的时候 他告诉你的却是 他们内心的隐秘的知识 就精彩的开始了 对啊 我当年就是因为 那个神奇的晚上 那一晚上花了两小时 我们坐在查试 我们目不转睛地定着对方 我们还有我妈妈 还有几个老师 我们四个人 还是五个人 我现在不知道 反正四五个人 坐在那 然后我就被他的所有叙述 抓住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 我在地球上遭遇的 最精彩的人的 其中一之音 哇真的 真的 他几岁啊 他当时就是 他比我大十岁 他也比你大十岁啊 对对对 所以当时也三十几岁 我二十多岁 他就三十多岁 对对对 就开始跟你们讲 摸索人的秘密 就是讲那些 很好玩的故事 他们是怎么回事 然后讲了很多很多 游客的笑话 就最早就是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不像现在 就是旅行 这么方便就进去了 那时候很不容易 去的人就觉得 我到了一个原始的地方 然后他们想看到 就是穿树衣的 就是树皮衣服的人 或者是身上裹着那个 那个瘦皮的人 不是穿树皮 就是穿瘦皮 所以他们第一次有外来的 那些旅行者 就是九零年代左右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就见到他们 就说 你们的那个树衣呢 就掀他们的衣服 他们穿着很漂亮的 那个民族服装 他就问他们你的树衣 真的啊 然后多吉就说 天天穿树衣身上痒 所以我们换了服装了 他其实在嘲笑 就是觉得你 怎么这么可笑 你都进来了 对 然后还说 你们知道什么是电视机吗 这是九零年代的笑话 后来再没有了 就是 那多吉就忍住笑 他划着船 把他们划 划到湖心岛去的时候 游客就问他们各种问题 他说 就逗他们 说你知道电视机是什么 然后多吉就很聪明的人 他就说 电视机是什么机 公的还是母的 会下蛋吗 故意 然后那客人就好开心 就逗得他们好笑 这样子 故意的 对啊 对啊 好 今天是非非上单的 阿嘉莎妹妹跟我们讲摩梭虎 感觉你这个故事才刚开始 摩梭人 我们下一次 能不能再讲一次 因为太多太多了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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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